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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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跟大家在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好好聊聊最新的这张EP三首单曲 包括也会做到一些游戏互动让各位了解一下跟平常生活当中不太一样的BICE男团好不好 当然也要欢迎一下大家截图或者是录屏今天晚上的直播 发送到BICE男团超话 带上话题酷狗全金榜有机会赢得到我们的签名礼物 同时呢 欢迎大家下载酷狗音乐酷狗直播的APP 左上角在这边啊 点击一下刘新月全金榜的官方账号第一时间接收到我们的开播提醒 当然我们是一个非常权威的一个榜单发布的节目 所以也要跟直播间里很多BICE男团的粉丝们安利一下我们的节目啊 刘新月全金榜呢 是由酷狗音乐携手到台北黑菜粉联播网 马来西亚卖新加坡UFM1003 加拿大中文电台共同打造 联盟电台遍布到亚洲北美洲大洋洲 一路上秉持着引领音乐新指标 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理念 希望让各地音乐迷听到全世界的流行 每周呢我们也会汇总世界各地的音乐观点 专业第一阵评分以及电台空中播放 及数位音乐点击的等数据 总计出TOP20的榜单成绩 在周五晚上九点钟 向各位荣耀接盘 好 厉害 这一台的我们将揭晓的是第517期的榜单啊 那在接盘之前呢按照我们的惯例 也是要有首开场曲没有带给大家 好 再来一首我们最新 EP的同音单曲 BEST BEST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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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 现在 在日上 去想想 来的轻轻 炙热的能量 能量 带我们去平床 照眼神来玩强 青春我们来抗 对的磁场 同上这条道路上 用最倔强的倔强 这态度才叫成长 我们起航一路港 从死里生长的梦想 我们像野兽般在冲葬 读过关爆发的渴望 我们一大乡 走在关东窗 一株敲鸿蜜全场 把谁阻挡 推遍的模样 学不来投降 一株敲鸿蜜 那巨浪 周波那名掌 就算再跌撞 从不会逃亡 尘世光 海情浪 就该去空谷 跟他们嘲笑 我的理想装上荒唐 我偏要勉强 让所有人看到真相 我没有什么榜样 只为自己逞强 给自己颁奖 我们起跳一路港 成死一生长人梦想 我们像野兽般在冲撞 通过快爆发的渴望 为你打赏 就算关东窗 一株敲鸿蜜全场 我发生意阻挡 一株敲鸿蜜 一株敲鸿蜜 越过未抗 我所谓点击鸣伤 动荡 那些惊狂出了鸿茫 一株敲鸿蜂 一株敲鸿蜜 就绝不冷藏 一株敲鸿器 通过快爆发的渴望 我会一大厂 啊 啊 都想乱投窗 一株敲鸿蜜全场 不怕谁阻挡 正气航 啊 啊 啊 第一次听到贵男团的现场 所以贵男团的现场都这么野的吗 那就是野 我听到这次第一次有人说我们一野 所以就是从rap然后到现场的很多即兴东西在里面 是不是 很多即兴发挥 所以今天现场大家感受到我们的氛围了 对不对 今天一批当中应该是有三首歌曲 一首叫做best 还有另外的两首叫做明天天气行 还有暂停时间 还有暂停时间 然后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有所收获好不好 当然还是要截图或者录屏我们的节目 发送到biz男团超话带上话题库口全金榜 有机会获得到我们的签名奖品 也欢迎大家今天晚上在弹幕上跟我们进行互动 那当然到了我们的接榜时刻 稍后我们再跟各位来聊聊我们的新专辑的问题 好 先向各位揭晓本周第517期的榜单 排名第20位到第16位的歌曲 一起来听一下 流行音乐全金榜 第20名 相当跟抒情歌 要多想努力啊 本周排名第20位来自于这首抒情歌 也是他魁为两年半推出到的一张新专辑 叫做《巷子内》 用一首情歌主打作为开门红 展现到自己的思索和转变 抒情歌的目前金榜已经来到第6周的时间 本周排名第20位 来听一下本周排名第19位的歌曲 是 第19名 好开啊 第19位来自于活跳墙 可有可无 身陷自害无法自拔 是不是 出道8年金曲奖的最佳乐团得主 活跳墙呢 推出到了他的第4张专辑 叫做《BJ4》主打歌 进榜第4周的时间 本周排名第19位最高排名曾经来到过 第6位的位置 来听一下本周排名第18位的歌曲是 第18名 本周排名第18位来自于张志诚 我本来就难搞 日前推出到了全新大碟的张志诚 这张专辑可以说是舍弃到了一贯的深情的曲风 用一张歌名很大胆的这首歌曲 我本来就很难搞 诠释到了生物当中本来很敏感的一些话题 来听一下本周排名第17位的歌曲是 第17名 这个有点东西啊 本周排名第17位来自于周华健 飞飞飞飞飞飞 本周是新歌进榜 是不是听起来跟他以往的风格不太一样 对对对 很戏谑是吧 无厘头的那种民谣摇滚的那种风格 所以 非常有到朗朗上口的一个旋律 也是新歌上榜 听了之后让人心情大好啊 来听一下本周排名第16位的歌曲是 第16名 像天赋一半的随费者 本周排名第16位 来自于 石子烂肖志达 是的 是肖竟腾 这张专辑呢 来自于他们烂爱的合唱团的第二张专辑 叫做《美丽仇与我的第二波主打歌》 这首歌呢 其实是写给他 已故的叔叔肖志达先生 所以在拍摄MV的过程当中 也是数次真情流露 一度落泪 以上呢就是本周排名第16位到第20位的歌曲 恭喜一下 哇 今天真的超级热闹 那下面正式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给大家的案例 刚才说了全新的这张专辑 BICE先给我们大家安利一下好不好 好 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们BICE这首歌呢 就是在你学习或者是工作疲惫的时候 你可以去听一下它 它会给你 因为我们这首歌很快很激进 然后它会给你很强大的力量 对对 让你不由自主的跟着节拍 跟着音乐打拍 然后像在听这首歌呢 就是我个人觉得比较适合洗澡的时候唱 能吗 对 不是给每首歌单一个场景吗 对 就是比较比较生动一点 就是每个人的就是感觉不一样 每个人听歌的给自己的感觉 对对对 就我觉得可以 在睡觉就听 这个《明天太记情》呢,是一首基本的歌曲,就是那种 音乐一放,你就想跳,你知道吗? 动作大作那种感觉,特别能量的 这个歌还有跟那个运动有关吗? 对,因为我们的那个MV是放球嘛 少年都好,对,对 所以平时这几位是不是都有在一起去运动? 还是各自健身各自的? 说实话,有健身,但没有运动 但是我们绝对,我们绝对,我们绝对 但是,我们能用吗? 算算,肯定出汗嘛 那我们有 比如说大快的时间去约一场篮球,约一场红球之类的 那吹鼻子锅,安排一下 吹鼻子锅,安排一下 我们的经理人,安排一下 就是可以搞一次团建之类的 对,对,对 今天集体跳基本功 其实体能训练对于男团来说,应该也是蛮累的一项活动了 每一次下来,最长差不多要排练多长时间 最长的一次体能和舞蹈训练 六个小时 就是不停歇的 不休息 中间不休息的 坐也不让坐 这六个小时只是这一天的一部分 对,还有其他的 当然 因为这可能是下午的 就是我们每天舞蹈课结束了 并不代表这一天 并不代表结束了 对 可能才刚刚开始 对 对 就像我们直播一样 那这样 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些单曲 包括Bass 我们刚才在开场听到那张很野的一首歌 所以如果满分是十分的话 给这张同名单曲打多少分 我先说吧 我觉得我打七分 因为 因为 因为在这一段时间里 我觉得我把老师教的是 可能还是不够好 但是 是新人嘛 我觉得我把老师 老师教的不够好是什么 不是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这样 误会老师 不是 不是 老师教的不好 是因为我们的新人 可能经验不足 然后 对 老师教的很好 就是我能把老师教的 我都发挥出来 那个三分是 因为我觉得 就是自己的经验不足 可以再提高 原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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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自己在这和许当中的表现打七分 也是 那一名呢 我觉得六分吧 因为六分我觉得应该是及格分 因为我们是首先是新人嘛 刚刚出道 其实还有很多就是 经验是不足的地方 我觉得还是 需要再磨练磨练 都很谦虚吧 都太谦虚了 所以 兄弟 站起来一个兄弟 我 兄弟快问 我真的只能打十 没有上线 没有上线 就是bottom 可以可以可以 所以 其实泽三一直都是Vocal那一挂的 是吧 Vocal那一挂 唱歌的 完了 唱歌的 然后 所以你对于在这首歌曲当中的自己的Vocal表现是满意的吗 我是挺满意的 实话 我确实挺满意 挺满意的 嗯 也是自己比较平时喜欢到的曲风吗 这个曲风 说实话 就是 就录音来说 他确实是第一次录这种 嗯 就之前没有过 哦 之前可能我记得印象中抒情歌会稍微多一些 对 基本上都是 所以 那我柯宇 打多少分 我打一个 两分吧 啊 为什么 是 我觉得这个两分是有比较有意义的 就是 因为Best 就是这首歌 嗯 是我们第一首歌嘛 然后也是我们五个人第一次去 就是用 就是MV啊 或者是唱的形式去传续 对对对对 然后我给我自己 打两分 是因为我觉得我们 五个人 都是两分 加在一起就是十分 哦 哇 真 诶 诶 有 会 有 有团的一个感觉 对对对 很很少的 任何一个人可能全身的效果都不会 对对对 我们加在一起可能达到一个大约十分的效果 对对对对 就是做好自己那部分的两分 可能加在一起刚刚好圆满这个结果 对 那楚泉 我跟他一样 他好像已经把话说死了 哈哈哈哈哈 我觉得这个话就没有比这个再好的了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我要打的话我打十分 也得给团队打分 因为两分嘛 对对对 所以对于第一张单曲啊 包括一个同情单曲 也算是很有纪念意义的一首歌 刚才听到 所以大家还是不喜欢啊 所以在今天晚上的直播当中 记得去截图或者录屏啊 刚才所有发生的一切都可以 好不好 如果没截到呢 你解释还有回放啊 那刚才说到有一首歌 是我们的心情主打 叫做《暂停事件》啊 一般来讲 心情主打肯定 歌词上都很触动人嘛 有没有自己 特别印象深刻的一句歌词啊 会最触动你的时刻 在完成这首歌评当中 过程当中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吧 可能不一样对吧 对 而且我很荣幸地分到了那句 那首歌词 是那句 像是你的谁 又不是你的谁 但你的苦 我都默默陪 哦 很 很戳心那首歌词 其实它里面美 而且其实 很戳心 蛮戳心 其实也蛮直接的 包括好像这首歌的MV里 换于也有家人 对对 刘老的那个母 Rod 当时我们拍 Tech A particulate 的时候就是 我一听那个歌就 悲喜了 就泪流满面 然后一天就过了 对对 出了一个情绪上的阵了 就是 看到它忍状 roles 我们先给大家准备到了几个画板 给大家展现一下各位的绘画天赋 比在这边 但是呢 我们这个游戏升级的地方在于 大家要闭眼画 闭眼画 对 就是要盲画 我偷偷争一点 君子游戏 就像在玩杀人游戏一样 画自画像是吧 对 画自己 然后呢 会给大家一部分的调整时间了 然后稍后呢 大家决定完成的时候 我把画作收上来 让直播间里的观众猜一猜 到底是谁 好不好 OK 他按那根本猜不出来可能 因为我们画的 可能睁着眼睛画大家也猜不出来 对对对 不好的还闭着眼呢 来吧 那我们就开始这个挑战 大家主动闭上双眼 然后开始在我们的画板上 完成自画像的创作 好不好 好嘞 大家一会准备好猜哦 大家一会准备好猜 那在大家进行创作的过程当中 是在思考自己 到底长什么样子吗 回想一下我帅气的面袋 开始了吗 一天 开始了 可以开始 已经可以开始了 对 可以开始 没有这么严格了 还要寄个时间之类的 别给我特写 我这睁眼没法睁眼了 哈哈哈 来吧 所以大家一会准备好啊 到底看看 各位的自画像到底是谁 所以大家其实现在可以在公屏上 Cue一下 比如说你们心目当中 他最大的特征是什么 对不对 有人说赵哥帆把耳朵画大一点 啊 对 所以大家现在都在 画好了 嗯 出力太敷衍了吧 对 闭上眼啊 闭上眼 我去看一下 我去看一下 画得怎么样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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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确定 大家都是在自画像吗 这样 给大家一些创作时间 我继续来 给大家揭晓 本周排名的 第11位到第15位的榜单好了 好不好 来 马上揭晓我们本周第5117期 第15位到第11位的歌曲 来听一下 流行音乐全金榜 第15名 哦 闭眼听哦 闭眼听哦 本周排名第15位哦 来自于Selena人家宣 心如止水啊 也是颠覆形象和的一次尝试啊 一向是很甜美的那一挂的 但是这一次呢 是很酷酷的感觉啊 本周排名第15位 歌曲金榜两周的时间 来听一下本周排名第14位的歌曲是 第14名 我一个眼睛就会 你觉得很累了 这个也能听出来吧 基本上 本周排名第14位来自于范伟奇 不忘啊 范伟奇呢 在年末推出到了最新单曲 不忘 也是唱出他19年来 一直在他身旁不离不弃的那些歌迷们 也希望在这个冬天 给各位不一样的感动啊 马上年终最尾的时候 来听一下本周排名第13位的歌曲是 第13名 本周排名第13位来自于熊子奇 不坏啊 不坏的是G16群之后 熊子奇的第二主打 联合到了各大天王天后的 御用的制作人陈兴翰 那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 耗死的舞曲的曲风 所以听起来也是比较轻快 然后很朗朗上口的啊 歌曲金榜三周 最高排名第三位 本周排名第13位 来听一下本周排名第12位的歌曲是 第12名 本周排名第12位来自于 全雅维不亏不欠啊 前阵子呢 其实雅维有来到我们 刘新闻群之后的节目当中 也是写到他的最新专辑 1212121 也是现场演出了不亏不欠 当然 在现场我们也是展现出了 看到了 天下非常俏皮 也是非常的唱功 乐的天后的那样的一面啊 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 微信息室的官方账号 第一时间 接收到我们的开播提醒 配合更多好玩的现场 来听一下本周排名第11位的歌曲是 第11点 天黑请闭眼 周晨凯 本周排名第11位啊 来自于陈琳九 邱峰 天黑请闭眼 本周是新歌金榜 应该说被狼人家耽误到的 创作歌手陈琳九 接手到秋风则 创作了这首天黑请闭眼 本周来到 榜单第11名的位置啊 新歌金榜 恭喜以上的五首歌曲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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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 我要收一下大家的话 做都完成了对不对 完成了 已经自己 可以穿的 玩的不是很玩 这个玩的 来 不能露是吗 不能露 不能露 这应该是 我也要去 学一号画的 是不是 但是真的学了 闭眼的画也是 真的很难 我调一下 随便换个顺势啊 来 大家准备好了吗 我们衣服拆啊 来 三二一 衣服啊 能看到吗 兄弟 这画是自画 太抽象了吧 这个 这个 嗯 确定是自画像吗 不是 我看 这是个打 这是 楼 国旗 就是生起干 是吗 是意思吗 生起干 那我这 我觉得是图图画的 啊 图图表情已经出卖了 我觉得 我觉得啊 不是错了 嗯 而且我 我可以充分告诉你 这个人意义 不对 江一鸣的表情也出卖了 哈哈哈哈 这是谁的 江一鸣的前代词明明是我 你们为什么要看他 所以大家觉得这是谁画的 哎呀 鱼 行了 刚才信息你 你说是鱼画的 这谁画的 有人说是赵德班 有人说是图图能不能画个心电图 这不是九颗雨 他时间不够 哈哈哈哈哈哈 发现了 到底是谁 到底是谁的这一幅 三 你有看到吗 二 一 这一幅是 我画的 肯定是 啊 我可以帮你解释这幅画 你解释我看怎么解释的 首先是这样啊 这是 就是 我在我看来 这是两只手 然后这是 高楼嘛 然后是一个 特别高的 一杆棋 然后图图在这幅画里面 想表达什么呢 就是他跟楼一样高 对 就是想表达 他是最高的 对 是的 对 所以是这样的 对 所以创作这幅画 的中心是什么 其实 我想画的是 其实我是一栋 但是我是一栋 没有修好的 而现在 现在就是 就是对我进行改造 就是 就是 啊 对 对 旁边其实是那个 就是 那边是那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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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嗯 那这不能说的 我猜的不准 只能说你画的不错 哈哈哈哈 你别的 让给我画一个 哈哈哈哈 一点是画得不错了 真的 大家估计看到这个 都会第一眼 觉得是 在炫尿自己的神教 别把我拿出来 第二幅 好 第二幅 至少 三 但直接说出来 他的名字好吗 三 二 一 三 一 三 二 一 如果是如此猴延 我会把帅这个字 写到脸上 哈哈哈哈 当时我们在舞台上 自我介绍的时候 你们都说 哈喽大家好 我是冯主轩 我是会唱歌篮球啊 他会什么 他会什么 夏一鸣 嗨 我是夏一鸣 我是帅 我敢帅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帅字是 所以 所以他是 他是团队当中的帅气担当 他是门面担当 门面担当 这个组 这个副门 哈哈哈哈 这是主门 副门 来吧 不是 马手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 三二一 这不是说的 我给后面看一眼 对 不用说了 这画太好了 这个画得太全上了 不是 我有个地方画错了 你知道吗 你找一下那个地方画错了 你也 不是 我眼前画 你还看哪了 不是 不是 你有个地方画错了 那样 这样 对对 就是你整幅画 就挺错的 就没有对的 我的眼睛没有画鱼眼 你看 眼睛没画鱼眼 是 我看到了 所以你画了很多泡泡 我们以为都是外面的那个 水珠而已 这一看就是 这一看就是鱼嘛 是不是 其实画的可以了 他们说画的好 小鱼画的好 画的好 我觉得挺好的 鱼应该是 大家幼儿园学的简笔画的 第一个题目 就是一笔画的 那个什么鱼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那种 对不对 哇 可以 所以就是 基本上看到这个鱼的形象 大家应该第一时间都可以想到 来 这个 哇 这是谁画的 哎 我天呐 我天呐 这谁画的 这个是谁 这也就是说 下面就剩他们俩了 就剩我们俩了 可以排除了 那就这样了 最后两幅一起看好了 最后两幅一起看好了 最后不是风鲁圈 我就 这两幅形成鲜明反差 行 不行了 他已经是大招了 我 那个太厉害了 直接把自己画出来 直接画明显了 直接画上去了 这画太像了 他直接给自己画明显了 这个可能是画的 最具象的一个了吧 最像的 特别像 太像了 就是他自己的照片 就是画他自己的照片 就是他的自拍 所以弟弟为什么要这样的 咖啡豆 我觉得你能看出来 咖啡豆 你不要不好意思说 没关系 他抗你打的 咖啡豆 我真的很 很不懂 这个真的是 大嘎甲所理解到的 那个吗 对就是 老林在看 他点在看一看 不是 肤色吗 谁说的肤色 你刚刚说 你刚刚说 谁说的 我自己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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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自己想表达 是那个意思吗 并不是 对不对 就是比较黑 其实是不知道画什么的 不是 就是想表达自己黑 你要是背不好 你就说一次 你就眨眨眼 所以 楚生为什么 这个是今天最抽象的 所以我觉得 就我觉得我很弱智今天 就人家画的都很有 就是 你是真的很认真的 我觉得真的很认真的 他真的是自画像 然后关键是自己 还没画明白 可以了 你这张是 其实可以的 你这幅画是在 是在POP是吗 对啊 POP 他这个也很深 我在震动 没看震动吗 他在震动 对 你看头 头部震动了 我可以给你解释一下 就是我们队长 是一个震撼舞舞者 就是专门 就是震动的 特别能震 我的天哪 这个解释 好像不太喜欢 所以 所以他这幅画 就把自己身上画了 很多这种小纹路 像是那种电波一样 就在震动 对 对 其实是画的时候手抖 闭眼睛的时候 可能画不实 不要这样好不好 来吧 所以以上五幅画座 大家基本上 还是都能拍这个 对不对 每个人也有自己 特别鲜明的个性特点啊 那刚才说了 你看平常也会去做一些运动 然后包括明天天气行 那首歌呢 是跟棒球有关啊 是专门去针对这首歌 去学了棒球吗 是 对是 老师教的 学了多久 对 学了没多久 哈哈哈 好几天嘛 所以感觉怎么样 有爱上棒球吗 几天吧 很有意思 真的挺好玩 真的有意思 真的有意思 特别好玩 好累 我记住了 对 你们有在那个现场跑 有啊 有 当然有了 还有衣服 对 我的天哪 很累 就是打了不打地 装备都挺不错 哈哈哈 所以除了棒球之外 然后除了我们平常会上到的舞蹈之外 比如说其他的一些运动有特别喜欢的嘛 但是没时间去做 打篮球啊 打篮球嘛 各位这个身高真的不打篮球 可惜了 可惜了 所以你是要打中锋的位置吗 还是 你敢说后卫兄弟 我就白白了 其实我都能都可以 其实都可以 就是这样 土兔之间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他就说 我以前是篮球队的 这是他给大家的自我介绍 然后说着说着就是 但是后来我为什么会来到这边签公司呢 就是我转行了 因为就是身体太瘦了 身体欠尖了 对抗的时候是吧 一撞就飞了 就是 可能上初中的时候还 有点时间因为高高嘛 上了高中之后慢慢的 然后后来大家都长高了 对然后又有撞的也有开始了 然后土兔就一直 身材特别好 啊 所以就 你刚才说的时候还要秒了他 他太快了 哈哈哈 哈哈哈 这样 你看刚才说了 呃有门面单当 对不对 门面单当讲一名 那其他个位是什么样的单当 在场局当中各自负责什么样的部分 呃 我是 我是 对 对 呃 今天好好 好 好嘞 还有两个小时时间啊 哈哈哈 这个是对你很坏的 哈哈哈 被气得好啊 很难的啊 所以 一名 真的是门面单当 对不对 真的啊 真的 官方的演呢 不是老师自移了一下 哈哈哈 哈哈哈 哦 没坏了 没坏了 真的 我是觉得这个好像是很私下的那种嘛 就是如果官方演呢 也是 也是 其实是 他就是门面 那比如说 我是唱 行了别说了 对 我是rap班呢 我是rap班呢 rap班呢 哈哈哈 rap is there 什么班呢 对 我是主唱 主唱大人 他只是个唱歌 我是个唱人 哈哈哈 主唱大人 对 那 一点 可以 老腰 老腰 嗯 团宠 不 团宠吧 团宠反意思是什么 不知道 团宠有什么意思吗 对 就是团宠吧 什么反意思啊 团霸 团霸 霸 什么 什么 你如果真的被板下你瞎眨眼 真的是 他每次敢 所以呢 不傻眼 就是接下來半個小時我不傻眼了 天吶 都是新生對不對 那楚昇是 我是 對 我是隊長 然後我是RF擔當 還有舞蹈擔當 欸 自己有沒有就是 比如說在 嗯 舞蹈啊 或者說創作呀 或者說其他一些表演啊 想 目前來講 想要快速去成長和 練習的部分 哇 你想練哪一份呢 嗯 所以你一直在看 主唱大人 我在看啊 其實我我在看他 他一看擇帆就 啊放棄了 哈哈哈哈 所以 所有都有自己 迫切想突破的那一方面 就像 我們五個人 每個人都會有 就是自己擅長的東西 然後就是 更多的是想去互相請教 和學習 欸 一起成長 對 所以 所以是看向 看向誰 我看他了嗎 我想 成長的就是 Rap 除了唱 哈哈哈哈 所以要看向他來請教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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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更想提高的是 跳舞 啊 因為說實話我對Rap 不是很感進去 哈哈哈哈 人夠了 你解 人夠了 其實我以後我想 我就是個跳舞 哈哈哈哈 大家一樣我也想 也想被別人這樣說 是不是啊 我和那個澤太一樣 我也是想學跳舞 對 就想快速在這方面 突破 更好 對 更好 更上一個level 遲到已經很好了 其實他們 就是都很大很大 就是在我們出道之前 欸 弟弟在先點評你們啊 因為 因為當時我們剛進公司的時候 就是其實 就當時因為我們有錄過自己跳舞的視頻 對 嗯 三個都沒眼看 哈哈哈 真的現在看的是 但是其實現在看MV裡面的表現 其實已經就是 飛速 對不對 嗯 所以 畫面當中說 全能CV 褚春哥 嗯 覺得自己 還想在那方面去 不用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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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聽風到齊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 找找第一選之間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過他也是有成長過程的 他從一開始的 呃 天之交子 嗯 成為到最後的 宇宙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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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成為到最後的宇宙之子 其實太是 就是無敵的人 也是在寂寞的道路上 就是一點一點 變得更加後遠無敵 所以 怎麼聽起來罵人呢 哈哈哈哈 這不是真的從心底的 對 因為我也有想提高了 就是 但我知道不可能了 我想把身高提高提高 哈哈哈哈 不要開玩笑 然後我像唱歌 我還是想把唱歌想提高一點 我跟澤帆可以換一換 我覺得 互補一下 其實身高和唱歌都看向了 對對對 所以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一直在看 哈哈我也不知道 所以真的主唱大人的 應該你們私下裡有很多唱功上面的一些交流 對不對 有有有有 互相交流 所以 團隊當中這種非常和喜 然後互相互幫互助 進步的氣氛啊 也確實特別讓人感動 那今天我們馬上進入到第二個遊戲中文環節 叫做 Best Name 這個環節也需要大家 來 跟我們一起來參與一下 這個 基本上 大家應該之前也都玩過類似的 就比如說我們六個人 我們就喊數字嘛 比如說 我喊一 然後 有人就會喊二 往下接 如果 同時喊到 你們就要互相快速說出對方的名字 但是呢 這個名字 不是我們的本名 讓大家幫我們取一個很奇葩的名字 好嗎 OK 大家現在在彈幕上可以給我們六個人 就是也順道幫小弟也取一個 好不好 對 可以幫我也取一個 對 大家可以想越難也不用太難 就是至少能記得住 我現在給我輸 手下留情 狄力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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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mitt 黑人贏 Tercheque 可以 傑虎 元素 答案 教授凡有人说你是江枝树 我看到了 就一秒钟 入江枝树 入江枝树 江枝树吧 入江枝树 入江枝树 就江枝树吧 这好记点 就是让你不好记 那我的家伙有点太尴尬了吧 卡卡罗特是谁 卡卡罗特 卡卡罗特都帅 罗焰鱼说帅哥 黄河水 黄河水 如花漂亮 如花是谁 如花吧 如花给他 如花是谁 如花是谁 我换鱼 下手石鱼 哇 兄弟 我要了 家伙 公储熊 我要了 储驴兄弟 有人叫你储驴 我叫余家军吧 不行不行 你那也太那啥了 可以 秀娟 卢秀娟 加州石人鱼 小艳明你叫啥 我叫加州石人鱼 我领了 你领了啊 加州石人鱼 都领好了吗 都领好了吗 风家虎 我才对 我还没 秀之 卢秀娟 风帅家虎 好 风帅家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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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起的不是我 风帅家虎 风帅家虎 OK 我看到我的了 风帅家虎 入江直树 可爱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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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啥 我叫啥 我看一个 随便吧 你说那一个了 对 我叫那个比卡丑 别再打我的名字了 别再打我的名字了 他都不知道我叫啥 我叫啥 大家你们记不住 我叫比卡丑 对 比卡丑 好可以 我已经忘记了 直接开始吧 我已经忘记了 我叫啥 大家都知道 别人是谁了 不说小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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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人同时想 三个人的话 就互相喊出对方的名字 然后如果喊到我了之后 有一个人没喊 那个人没喊 就一种喊就倒太 最后一名吗 我们这游戏最后是他两个人 OK 开始的时候能喊一吗 可以 就开始的人都可以喊一吗 嗯 我一说开始 就看谁来讲那个 可以谁来讲一样 来 开始 1 2 3 停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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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6 5 6 6 7 7 开始 1 2 皮卡丘 可以可以 他说什么来着 我现在加州食人鱼 小可爱是这个 可爱宝宝 我的妈呀 你们起的名字真的是可以 所以最后这一轮获得胜利的是 加州食人鱼和入江直树 他俩不玩了吗 他俩怎么玩 请问 他俩怎么玩 他俩已经赢了 他俩已经赢了 来吧 这一轮让大家感受到了一下 团队当中的一丢丢的默契程度 我其实开场之前有看到你们在拍微博的那个视频 我们后面还会有一个考验默契的游戏 那个环节我觉得我一定会赢 真的好的 因为感受到 对 因为感受到刚才录那个视频的时候 NG很多次 大家还不是一般的不默契 什么默契的 这样大家可以稍事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情 好不好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介绍本周排名第十位到第六位的歌曲 稍后再跟各位继续来聊聊大家 心目当中的快速团团 来听一下本周排名第十位的歌曲是 流行音乐全新榜 第十名 本周排名第十位来自于NECO HIGHWAY高速公路卡耶热带雨啊 千万八周的时间本周 最高曾拿到第三位的位置 这排名第十位啊 来自于新加坡的音乐残余卡耶 为影视剧创作的solo也是展现出了不同于兄妹时期的作品风格和曲风啊 来听一下本周排名第九位的歌曲是 第九名 本周排名第九位来自于NECO HIGHSO FONE NEVER SEE ME CRY啊 二零一九十名的全新华语单曲 不善于直接表达他呢 担心这句话被有心人歪曲 所以呢最后都用音乐的形式 写下当时的心声用作品来说话 来听一下本周排名第八位的歌曲是 第八名 第七名 八位啊 周杰伦 我是如此相信啊 这首歌呢也是周董 立庭及了起子昆凌主演的电影天火的一首主集曲 我相信很多歌迷应该都很迫不及待啊 在电影上映的时候就先前冲到电影院听支持 再度引爆话题热度 周董本周排名第八位啊 来听一下本周排名第七位的歌曲是 第七名 第七名来自于毛补义的二零三 来听一下本周排名第六位的歌曲是 第六名 中文字幕称 中文字幕称 出到了他的回归中级叫做《藏着并不容易遗忘》 第二部单曲《飞料》依旧是音乐上的好朋友阵容帮他来打造 由《以隔地》来评词,《陈建奇》来补取 也是共同《维娃娃》这张单集来保佳户 恭喜以上的五首歌曲进榜 那再回到我们的活动环节 这个平常在大家的训练过程当中 一般来讲学舞最快或者是接触度最快的是什么 副主唱 副主唱 对 那毕竟是五三嘛 毕竟是谁那个飞跃是不是 所以学完之后会私家里然后再互相对 对 因为我们分工还是比较细一点 像我是跳舞的嘛 是个唱歌的嘛 然后我们俩还是最大的 一般在声乐方面得分会 就是给我们帮助比较多一点 在舞蹈方面的话我可以帮助大家一些 嗯 所以其实大家在平常镜头当中可能看的都是大家相当帅气的一面 对 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嗯 希望让大家看到更多 能不能对这镜头帮助我们底下平常最帅 最可爱 最酷的 动作 好吗 对 就自己想象一下哦 想象一下 展现一下自己的同志那一面 是一个游戏吗 没有 这就是很常规的我们 嗯 嗯 想一个先来大家统一来一个帅的吧 好吗 帅 是不是 摆出自己手势动作表情什么样都可以 好不好 我们的 这些老师可以最自找过让大家看一下 对 就是 你再说一次的是哪一个 帅 帅 帅啊 跟这个词没有啥关系 哈哈哈 帅啊 来 大家记得截图或者论评我们今天晚上直播 好不好 把每个瞬间都可以截图记录下来 来 3 2 1 最帅的 我 一个吗 哎 嘿嘿 你这帅 帅 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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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个 帅 来 风 风老师再来一个啊 3 2 1 最帅的风 哇 有点忧郁气质啊 忧郁王费的王子 可能说什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来第二位啊 最帅的周柯宇 什么样子 3 2 1 来看一下啊 这啥意思 哎 对 哎 就是我比较喜欢 借助道具 哪个东西 对 借助道具 最快的最帅的 快的 最帅的周柯宇 来啊 哎 下面有鱼好不好 鱼啊 最帅的如幻鱼 哈哈哈 最帅的如幻鱼啊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有没有突然画面镜出了 你确定没有听过吗 是最憨的 哈哈哈 哈哈哈哈 抓底失误 哎 脸上写着帅的蒋一鸣是什么样子 哇 哇 只要有镜头 无论什么表情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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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1 写着帅的蒋一鸣 哎 我要躲开 我的天哪 哇 哈哈哈 快起开快起开 有发布 哈哈哈 有三个东西 哈哈哈 来 弹幕图体 哎 可以可以 大家在刷里头的 送了很多玫瑰花 所以 最帅的 照死了三 3 2 哎 那种奶胸奶胸的介绍 奶胸奶胸那种 所以 扫过来刷 真的大家 帅的很不一样 帅的各有特色 来吧 下一个词 可爱 可爱 这个词卢换鱼先来吧 对对对 给大家一点时间想 因为我感觉他不用想 对对对 他是可爱的 来吧 开口花吧 3 2 1 哎 这屏幕长四个 哎 又来了 坚持三秒钟来 哦 这个是可爱的 他可爱的 还有焦修 焦修 焦修 人比花美 人比花跳 我的天哪 你是无数研吗 我是 哈哈 来哦 韩雄 可爱哦 韩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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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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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刷你 给我躺住了 哈哈哈 可爱啊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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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 可爱啊 可爱的赵子帆上线了 来 3 2 1 诶 小潮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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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博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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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爱啊 可爱的弟弟 周可语 3 2 1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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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哦 再来一个 3 2 1 诶 诶 要摸起来过 它们都一定会摘到 嗯 唉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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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啊 轩轩 可爱轩轩 3 2 1 诶 哈哈哈 你別把我胡上跟他嗎? 3 2 1 很可愛 啊 耶 不能鼓勵 別般 拿了 我是男朋友 是真實 所以你看 了 你看看 要用 接下来我们继续互动游戏好了 大家在游戏当中会看到大家更加不同的一面 我们这个游戏呢 如果挑战成功会解锁到我们今天晚上的夜宵环节 大家认识 毕竟到了深夜时刻 所以下面这个时刻呢有两个主题 分别对于这两种不同的测试啊 一个是看一个说 让大家帮我们选一个 先看哪个好不好 想挑战哪个 先来挑战哪个 都会做了 先来挑战哪个想看还是想看说 我不能看 想看说是不是 我就看说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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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都会做 从A开始 这样 游戏是这样的 我们五个人依次玩那个 我指一个方向比如上下左右 我就看这边就要 要朝 我指的那个方向其他任何方向都可以 哦 好吗 我指的 看右边看我说看这边 来吧 这次我不能再说了 嗯 但是 就是这样的 五个人一次全部通关 我们才算这个挑战完整 比如说 弄几次呢 比如说我们玩到普遍的时候 呃 错误了 你就要再从头开始 嗯 就一次性从五个人全部通关 我们要看几次才算过一次 一个人就一次嘛 一个人就一次嘛 比如说你你你你 就过来就过来就过来 对啊 就五次啊 行可以 谢谢 一个一个来 对 我们这样顺便了吧 一二三四 我没有问题 正是 你好了 别想嘛 我像我一样 你这么惨 这么惨 是 这就正常逃跑了 来哦 3 2 1 看这边 你可以有头看 不是只有 它是有眼睛 你被进过了 我以为 灰花点 我以为可以有眼睛 这真的不是灰花点 所以是 没事 你解了 我解了 结果是解了 就是 可以上下左右讲看 来 3 2 1 看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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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太厉害了 对吧 真的 这有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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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没有难度 如果一个人连事 做很多 可能会错 但是一个 可能还好 那这样 我们玩了 下一个 考验默契的 游戏 好不好 说的那一排 这个环节 我估计 应该 一时半会儿 不太会过去 我们会有到 几个词语的 这种字母缩写 缩写 大家是这样的 大家是这样的 看到这个词 之后 你会首先想到 每一个词语 我说三语之后 你们要一起说出来 不是 给个时间 考虑一下 看到这个词 你会想到 看到这两个字母 你会想到 第一反应是想到 哪个词 对 然后 我说三语 你们一起说 当你们五个人 说的是一样的词 的时候 一样 一样的词 才算通过 才算通过 好不好 不能对啊 当然 这个你们可以对一下 对吧 因为刚才 可能已经有人看到了 来 大家准备好了 我们一起玩 我们一起玩 OK 你就直接说 我们蒙着眼睛的声 就是 大家一起看起来 我说三语之后 你想到这个词 去什么 给大家一点时间考虑 其实你们就要 不用考虑 来来来 直接说 第一个词 C S 准备一下 准备一下 3 2 1 超市 我的天呐 有个真的吗 叶笑语 有了 真的吗 我们这一轮有五道 也对三个才算过呢 这个超市 好 OK 为什么刚才看上你们录视频的时候 没有现在的这种 团魂 来 这样 3 2 1 下一个 S C 等会儿等会儿 S S C S 想一下 不能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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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3 2 再想一下 你们先自己想到一个 先自己想到一个 至少要江水说一个 S 你们好了吗 你们好了吗 没有 收到了 收到了 你们好了吗 词语是S 一定是有的 啊 啊 没有没有 有 有 你先想到好 好 3 2 1 生质 他们喊是什么 我也是 子 生质啊 我生质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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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其实你们 想到喊的都不太一样的 是 是生质加心那个生质是吗 啊 对啊 你想说什么 生质啊 生质加心 兄弟人说孙子是孙子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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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是孙子然后我还对自己 生质啊 声质啊 声质啊 我要生生质 声质啊 我想说深圳 他想说深圳 嗯 我想说实质 我是给你们看 所以啊 真实五个人 还以为你在指他 我问你指他干嘛 下一个下一个 下一个这个蛮有意思的 我刚才跟泽文说的什么一样 下一个 HD HD 高清 HD 跟高清啥关系 HD1080高清播出吗 HD啊 OK来嘛 来讲到了 太久了 不小心 那个场面最好的 来吧来吧 321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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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这可以啊 这个默契可以 这个默契可以 没什么那么容易吧 再来一个 谈谈一个 LH LH 不能对的啊 LH LH 不能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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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看一下真实的 你看看 LH 来 321 05 老虎 不是老虎吗 其实你们想的 想给我个特写好吗 05 想给我个特写好吗 我想说三个字 给我个特写谢谢 给我个特写啊 这边 我想对那个弟弟说 赔钱货 哈哈哈哈哈哈 是这样的 你再给我一个特写 要返回去 是这样的啊 刚才我们这个 要说之前 他折了自己 我说OK 我懂了 老虎嘛 对吧 大家都比较知道嘛 但是不是说 你没了 别说了 你没了 别说了 说多了 你没了 还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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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真的 大家就是不要对了 好吗 第一时间 来 虽然对了 有可能也会错 来 321 一 哈 哎呀谁没点 雾气啊 哈哈哈哈 操作 哎 哈哈 哈哈 阿里是不是知道 有人跟我想到 这样啊 为什么我想到是喝喝 然后还有憨憨 哎 所以我再给大家加一题 好不好 嗯 嗯 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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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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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夜宵 没问题 我们先碰个杯 来 来 好吃 谢谢京都念词 谢谢 非常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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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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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我干了 有点多酱 不用吃干 吃完茶都干了 对 这边有纸 这边有纸 挺好吃 挺好吃 还没什么 放到后面好了 嗯 这样 大家我也想尝一下 嗯 绝了 这啥 不知道 都是用麦果吧 我拿一张 这啥子 这啥子 很好吃 嗯 哇 这个吗 嗯 不一样的吗 这应该是虾片 谢谢 你说镜头不合适吧 这是吧 现在是直播 放里面 嗯 好吃 可以可以 谢谢 谢谢 大家吃的 这个应该是自然口味的吧 是吗 嗯 哇 这样 大家吃着 然后 我把本周第五位 到底一位的歌曲 给大家揭晓一下啊 来 听一下本周排名 第五位的歌曲是 流行音乐全金榜 第五名 I don't need a boyfriend 我需要男朋友 本周排名第五位 来自于新歌进榜 陈子彤 不需要男朋友 她呢 也是用这种轻松自嘲的态度 混合了一些 轻雷鬼的一些节奏在里面 然后展现出了一段 看似是 现代女性的独立宣言 新歌进榜 来到第五位 不错的成绩啊 听一下本周排名第四位 第四位的歌曲是 嗯 第四名 看你表情 怀臣欲击 那只可见 吃的东西 第四位来自于吴清风 亏啊 是他的二十周年版 这首歌呢 也是一首旧歌重唱 他在这个时候把他 这个阶段最想唱的两首歌 一首是二十年前 自己的第一首创作和第二首创作 全部重新翻录出来 给到所有的歌迷 也是 呃 与大家一起分享哈 来听一下本周排名第三位的歌曲是 第三名 本周排名第三位来自于杨成林 三十 我一直觉得这个名字有点绕口 对 他是也是用到了这个 谐音字嘛 三十 算是出道二十周年里程碑式的一张 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了 也算是给 当下的自己 一个不可蒙灭的纪念啊 来听一下本周排名第二位的歌曲是 第二名 我飞向你之中 你看着我 宇宙 本周排名第二位 哎 本周排名第一位来自于杰姆 邓紫棋 巨号啊全新专辑摩天动物园呢 可以说是极具态度 也是在乐坛呢掀起了又一波极大的讨论 也是深得大家的喜欢 这张专辑 这张专辑 巨号 这首单曲 上周排名第一位 本周继续蝉蝉榜单的冠军 恭喜以上的五位歌曲进吧 五首歌曲 恭喜一下 对 大家可以边吃边聊后面的时间 好 对 边吃边聊 因为 还有这个福音 说累了吧 谢谢 谢谢 就是 弟弟的意思就是你少做点做吃点 我太开心了 我真的在这里实名感谢一下 拜四男团的化妆老师 经济团队 到现场这么优秀的白衣少年小哥哥 真的是第一个在节目之前给我补妆 然后节目上还问我饭吃 我的天哪 所以后面跟大家分享一下明年的一些 形成重点和一些 工作计划好不好 好 跟大家分享一下 后边的事反正就是 也不是太清楚的 哈哈哈哈 多大呼呼 对 但是我们有心里想着去实践的 目标 对 比如说 在 没有没有没有 演真一点吗 那怎么就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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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讲节目讲过 对 你们想再 再出一批 哦 再出 终曲出一张专题好吧 对 今年演唱会 我觉得应该可能是多半是 多半是废了 哈哈 小贝老师很贴心的贴心物已经是今年了 已经夸你了 对 就今年嘛 然后我们会有原创 会突破 我们自己会原创一些音乐出来 嗯 那这样 今的一年就是有什么想 对我们主人里很多的 审视啊观众啊 说你一句话 今的一年 嗯 属你最瘦 哎 属你了吗 这个可以 这样 我们小贝老师跟一下 我们一次 给到大家一个新年小祝福好不好 好 或者说是 对我们的粉丝说到一个 祝福也好 或者说自己的新年小新年也好 都可以啊 来 属你最瘦 属你最瘦 哎 地理祝大家属你最瘦 来 我可以再说一遍 可以哦 来 就是祝大家 新的一年里 更在健康 更在快乐 好像还是刚才属你最瘦 啊 哈哈哈哈 属你最瘦 哎 那我们一次说一个属你怎么样 好 好 好 属你最瘦 来 三 二 再来 再来 新的一年 祝大家 属你最瘦 哎 哎 啊 首先 祝大家 属你们怎么样 哈哈 属你能耐 好 可以 来 来 赫賢呢 可以啊 哈哈 这一年 祝大家 嗯 我努力 然后 你们属于我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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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 可以啊 你也不可以啊 我后面说得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 来吧 下一个得翻 好吧 直接落我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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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辣 新年一年 属你好看 属你有钱 可以 属你好看 那我出来了 属你最帅 来 来吧 3 2 2 2 没事 我要坐那儿躺一躺 没事 不用躺 3 2 1 2020 烦恼摆平 属你最美 属你最帅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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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你最美 属你最帅 但我有点难 对 2020 属你 发量最多 哈哈哈哈 你知道吗 没有 他没看了 没看了 我只是思考了一下 发量最多 像我的一样 属哥 发量最多 不用再单于化学 再说一个吧 再来一个吧 再说一个 属 属 属你最好 好吧 嗯 属你最火 OK 你灵灌一下 2020 属你最火 诶 诶 诶 看他之前有主持过之类的 哈哈 说是我这个mai的问题 就我每次说话 对 对对 要提一下 那这样 最后一个 小环节送给大家一个福利 你看刚才我们也给大家一些祝福了 然后最后呢 我们要团圆之间嘛 互相还是要提现出我们 互帮互助 团结有爱的一面啊 所以我们每个纸图上 会有个字的名字 大家一会抽取一下 抽到那个人的名字 就要对那个人 说一番心理话 表白也好 吐槽也好 说一说新年祝福也好 但是 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 你最想他说的话嘛 好不好 好 来吧 随机抽取一下啊 来 我们到时候四二一一起公布一下 我会抽到我自己 我觉得 啊 跟自己说 来 揭晓一下啊 看他 对谁说 三二一 我是抽了自己 啊 弟弟要对小一鸣说 不是小一鸣 不是小一鸣 啥子 这个风鸣要没有参与啊 这蛋飞了吧 哈哈 哈哈 四个人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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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鸣要对自己的说一些心理话 那我最后说吧 来 那最后说啊 那这样 你再说吧 我弟弟 大家可以先酝酱一下好不好 想想 到底对身旁这一位说 什么样的 八字肺腑的话 好一点 嗯 彩虹屁呀 表白呀 心理话呀 吐槽啊 当然我们还是挺想听到 就是心理话表白之类的 啊 好 好 来 这种几率不能被我错 我真的是 真的 来 来 其实大家同时揭开的那个 概率 就是每个人抽的那个是一样的 如果比如说 都25% 对如果你先抽 20% 如果你先抽 先揭开另外一个抽 再揭开那样是不一样的 好不好 来 那谁先来 我先来吧 小鱼对赵子帆的 心动时刻 哎呀 哎呀 我可以说一下 说一下我做 拿手 正重一下啊 正重的接受一下啊 我可以说一个 我做拿手的同意情话吗 可以啊 不可以我就要说这个 今天我刚想的我跟你说 可以 可以 只要我先闹我就行 问问这个 这个还好 来 来 哇 这么走心吗 嗯 因为这个 呃 呃 叫什么 面罩 不 看面罩 哈哈哈 哈哈哈 叫憨憨 因为我把你心偷走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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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啥意思没听懂呢 敢呀 下面加个心不就是憨吧 要把心偷走了 不就变憨了 可以 把心偷走了 太浮雅了 哈哈哈 可以可以 有感动到吗 你有可信到吗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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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都受不了了 哈哈哈 哈哈哈 来 那个 我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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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换鱼 对换鱼 好好说 嗯 嗯 你看着我 我得 他要很高冷的 还要接受的 我跟你说我不听 就是 换鱼的眼睛 就像天空银河中的星星一样 嗯 然后一直闪闪烁着光芒 对 然后换鱼的 换鱼的鼻子 就像 鲁莫拉马峰一样高耸 马上趴着牢 哈哈哈 哈哈哈 马上了 行了 哈哈哈 想听以后 想听下一个 我真的想听下一个 对想听 一定会有惊喜啊 哈哈哈 换鱼的耳朵呢 就是 不是这个 我 哎 你等我说 换鱼的耳朵 特别 特别就是 特别的好看 特别的精神 下手脸都红了 换鱼嘴巴 哈哈哈 你好好说 换鱼嘴巴呢 你好好说 你不要胡言了 你好好说 换鱼嘴巴也很 也很像一个银河中的东西 因为他这个人 黑洞 哈哈哈 哈哈哈 银河挂钵 哈哈哈 哈哈哈 那一书就是银 黑死掉 哈哈哈 哈哈哈 换鱼嘴特别好看 特别好看 没有 正如是你说的 换鱼嘴 换鱼嘴特别好看 对啊 真的好看 特好看 哈哈哈 不是刚才知道了 哈哈哈 行好嘞 我可以吗 可以吗 有感动到吗 嗯 就好像说前面的时候觉得 哇 还蛮有点耳朵都红了 对 对 说到嘴的时候我胆都绿了 哈哈哈 哈哈哈 来吧 下一个 赵哥帆赵队 我对周柯宇说 对周柯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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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哇 其实我对柯宇 想说的其实不是特别多 想做的挺多的 哦 然后 今天就不说想做啥了 先说一点想说的 嗯 嗯 虽然你是团里的年龄最小的 但是你身高马上就成为最高了 对 你已经会超越我了 因为你还没有成年呢 对吧 然后 无论以后在 就是我们踏入2020年了 无论之后有什么事情 或者是 你遇到了什么困难 就不用害怕 就是 我们都会帮助你 一起跨过去 因为我们是BEST 嗯 突然一个走进 打得我特殊不及 可以可以 周柯宇是要对 该算算了吧 应兵 该算算了吧 讲一鸣 就是 就是 一般这种环节当比较靠后的 就不太好做 因为前面的总是会很精彩的 那我一会跳楼呗 哈哈哈 其实 其实也还好 其实也还好 给你留的空间还很大的 还行 还行 还可以啊 你对每个人想说的话 肯定不一样吧 对不对 对 你是想对一鸣说的是什么 我 没有 对一鸣吧 嗯 一鸣是 我们的 熊宝宝 嗯 对 然后是 你为什么对讲一鸣说的时候 还在看着赵子凡 因为他要照顾过镜头嘛 镜头在这里 把这儿换一下 借个位啊 你说到的妈妈 这样这样这样 你对着镜头抱着一鸣的牌子就好了 哈哈哈 这名啊 哈哈哈 然后 其实 名啊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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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很奇怪 有点心啊 有点心啊 来 鸣啊 我想你啊 就是 呃 一鸣 希望在2020年 就是 这新年里 嗯 我知道你有很多自己想学自己想成长的地方 嗯 然后也知道你有很多自己想要许多的成就 嗯 就是 就是 我们会一起 就是 嗯 嗯 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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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我跟你说 就我 感觉马上就 我们时间就是这样 感觉马上就 都在酒里 哈哈 都在 都在 在干一个吧 在 在 那 在 这个音乐 那这样 可以再稍等一下 刚才我忘了我们这个游戏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规则 如果抽到自己的话 就是全场首席最佳 所有团员都要对他说一句话 啊 what 好不好 好不好 很重要 那我最后手不让他们先说 不是这次就剪短一点 对 剪短一点 嗯 那个 一句话 其实昨天是我们队长生日 对 哦 然后就是我们每个人 其实已经跟他说了一些 很发自对付的话 对 其实你并没有说什么话 你转这个站 转到我心态的 哈哈哈哈 对 对就是 嗯 想他说的就是 风鲁圈嘛 就是我们的队长 嗯 永远都是我们的全能队长 然后带着我们一起就是 红红火火 大红蛋 中工中工台 哎 可以 哈哈 对 以后照你啊 嗯 队长嘛 我觉得 用一个词会更好老师 因为我们平常 在练习的时候就是 只要是我们每个人错了 他都会耐心的去帮我们去抠啊 对 我身有体会真的是 耐心的读大字 对就是会 特别热心的去帮我们 就哪个地方错 然后去教我们 特别有耐心 对 嗯 老师好 崩老师 说什么 崩得得 哭了一会儿 来一名 这个哼哼是什么意思 没有没有 这是楚萱嘛 别怕我 真的 他是我们整个团里的一个大哥哥 暖心大哥哥 嗯 就是其实他帮助我也挺多的 我其实特别想感谢他 我想对虎哥说就是 无论以后 嗯 两年一年两年五年还是十年 你永远都是我最爱的胡哥 哦 哦 哦 暖心 暖心 嗯 呃 一直走过来是我们五个人 然后他是需要起到带头作用的一个人 嗯 然后呢 作为队长来说的话 他经常就是需要去帮助我们四个人 嗯 然后在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 嗯 就比如说你也在我们这个团里面 嗯 你就可以去找他嗯 然后让他帮你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 当他自己遇到问题的时候 就是 可能就是能帮到他的人 就不会有那么多 他自己就不知道会去找谁 就需要自己去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就是压力都会什么的 都会比我们要多一点 很吃力的一点 所以是希望新的一年 有什么 嗯 困难或者压力 别自己藏着一个工 大家都分享 对对对 一起分担 是吧 唉 想把这个 那 轰到这个点上了 真好反格了 真的 正好反格不 现在双一下就行了 不是 不敢再说了 其实 这句话我想俏俏跟你说 就是 嗯 耿液了 我能不能就这样 错过来跟你说 可以吧 可以 可以 shipping 许愿 所以没套出了 开玩笑 把他的眼泪往回拉一拉 兄弟 理解我 讲一遍是胡闹词的 都冒出来了 可以 所以自己对自己说两句吧 我对我自己说 其实我觉得现在一切都很好 说实话一切很好 我的状态还有兄弟们的状态都很好 我希望保持自己的这份初衷 然后保持现在想法 一直带着我们兄弟冲下去 还有就是想跟我团队说 好看只是我们的外表 但我们最重要的就是 提高自己的义务能力 就是外表 在我心里外表就还好 最重要的是义务能力 就是我们下一年要去做 就是今年要去做的事情 我们要把义务能力提上去 还有就是突破自己 然后 然后 就做完了 一起一起 对 我刚刚就组织的大半天 一下子忘了 被大家的感动 直接打懵了 哎呀 来 其实包括今天晚上这场直播 我自己感触也挺大的 确实 几位 从一进门开始 扑面而来的那种 团队的感觉 希望能够有到更加璀璨的音乐作品 舞蹈作品 包括影视剧的作品 能够走入到大家的视野当中 被大家所熟知和喜欢 好不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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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晚曲 也是要用我们新EP当中的 是吗 我不知道 应该是明天天气情 明天天气情 要用这首作为晚安曲 送给我们今天收看我们 一个小时直播的很多的观众 好不好 可能有一丢丢超时 也是辛苦大家 陪伴我们这么久的时间 一首晚安曲 明天天气情 送给大家 大家要带什么耳帆耳麦之类的 OK 好 那我们直接有请您听老师了 那个你没吃完 就那个黄色 唱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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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抱吧 陽光下的少年 亮色和明晴永远 是谁想生大的告别 以贞尽 祝福啊 回首别说再见 只是这憧憬的脸 员在见影仍然少年 暖的光是讯号 准备好 救期跑 就做自己的敲号 应该明天的荣耀 天气醒到微风刚好 就像我们青春年少 散放的光 绚烂闪耀 是一种装品算小高 不完美也不要美妙 所有美好 我们主要 一只光 一只光 披生成长的外套 每个人 特点胖 全是吃一种技术的小 小脚拳 让青春胸涌燃烧 成交勇敢的符合 却可在终点目标 山高 坦坦在地楼风暴 在山峰上开怀抱 你一定会被刺激 再看谁自豪 暖的光 是讯号 准备好 接不起跳 要做自己的交 迎接明天的荣耀 天气晴朗 微风高 就像我们青春年少 带走 展望的光 绽来闪耀 别别撞撞不算糟糕 不完美也不要美妙 所有美好 我们主导 听着风 你只狂 一生成长的外套 没人 我 你的领袍 真是其他幸福的 情人 你只狂 没人 你只狂 你只狂 我 你只狂 青春年少 盛放的光 绚蓝闪耀 脸脸手装不算糟糕 不完美也同样美妙 所有美套 我们主导 隐着风 隐着光 隐下成长的外套 每个人的脸庞都是值得技术的骄傲 每个人的脸庞都是值得技术的骄傲 富哥一起的真的 青春力量让我头皮发麻 真的 这种气氛太好了 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以后可以每发一张音乐作品 有全新的音乐单取 比如说EBR专辑的时候都可以来进榜座课 可以 分享一下自己的音乐作品 再次感谢一下今天晚上大家的陪伴 也欢迎大家截图录屏 我们的直播 带上话题 有机会获得到我们的签名礼物 也要关注一下 我们流行与拳金榜的官方账号 今天感谢男团作为街坊家宾 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 谢谢 好 谢谢 辛苦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下周三四五的晚上九点钟 不见不散了 拜拜 拜拜 晚安 拜拜